进军季后赛只剩下M1的勇士队 台湾时间10号在自家主场迎战海盗大军 只不过一开赛就火药味十足 勇士第一棒开路先锋 阿库尼亚上场打击就遭到对方投手近身求刺后 虽然没有砸到人 可是双方满脸不悦 甚至抠中念念有词 瞬间两边都清空板凳 冲突一触即发 亚特兰大勇士主场迎战P字堡海盗 赛前也特别为传奇球星Andre Jones 执行了25号背后的退休仪式 让他成为队史第11位背后退休的球员或教练 回归比赛 接下来只要赞赢一场 就确定能晋级后赛的斧头帮 面对来访的海盗大军 一开赛双方就打出火气 海盗先发投手Ovie戴 对着勇士开路先锋 Acuna Junior飙了一颗晋升球 虽然没有砸到人 但从两人的眼神和口中的碎碎念 就知道大场面要来咯 双方板凳瞬间清空 两位男主角纷纷被队友诈开 冲突过后比赛还是得继续进行 Acuna Junior靠着选球保送上磊 这时候大概全世界的球迷都知道 他一定有动作 道磊失败有点糗但没关系 Acuna在第三和第四局上来打击 通通都要安打逃回面子 还比出了手摇卑鄙的动作 讽刺Ovie戴斗意味浓厚 只不过这场比赛 海盗打击活力更旺盛 尤其是寒级好手裴志环 两只安打建功拉开比数 让勇士重炮Matt Olsen 炸出的本季第四十八号 Home Round全了空包蛋 中场福头帮就以四比八不敌海盗 提前晋级季后赛的愿望 得再等等咯 华氏新闻总和报道 哈喽我是蒋新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